感觉今天没有很冷 看了一下天气是十几度 所以我骑车这样穿应该也还好 不会太冷 Go 今天早上我是九点钟的课 大概八点半到了工作室 然后简单收拾了一下 自我练习了十分钟就开始上课了 现在回到家换一件厚的衣服 等一下跟朋友出门去健身 刚才骑车 发现路上风还是挺大的日数了 今天只有一早九点的课 上晚剩下来都是我自己的时间 感觉十一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时间 就是上午可以把事情稍微理一理 也感觉每一次上午的时间 人的精神器都是比下午要足一点的 Body Pump这个运动项目的节奏很快 然后跟着音乐就感觉自己能推起整个世界 一顿完出完汗整个人就是由头由脸 我们就一起去洗了个头 洗完头回到家三点又上午已经先上课 最后就是精彩的晚饭时间 今天点了两家外卖 一家是云南菜 还有一个是西北云菜 感觉这家油焖鸡要比火烧鸣的好吃 哦还有家家糖包 中午的晚上跟朋友们一起吃好吃的聊天 感觉就是幸福周末的开始 吃完晚饭后呢还去了朋友的演出 就这样有条有力但又很重实的天结束啦 周末一块拜拜 拜拜 拜拜 我的眼睛